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王赫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新任总领事杨国强 6月3日拜访了华联会、灵溪和堂、海燕公所三家桥团 这是杨国强总领事就任以来首次在芝加哥桥社公开亮相 3日起至8日期间 杨国强总领事将陆续拜访25个桥团 6月3日下午2点 杨总领事在信仰亮副总领事 桥务组组长吕海霞、文学领事的陪同下 首站来到华联会 芝加哥社区桥领20多人光聚一堂 大家以丰盛的水果、热烈的掌声 欢迎杨总领事以知以心 华联会主席刘宏表示 桥界对杨国强总领事的到来 可谓翘首以待 杨总领事尚未抵达芝加哥 芝加哥乔学网、芝加哥网等本地网络媒体 就已经判出了有关杨总领事的介绍 在刘宏主席的号召下 与会各桥团代表 以热烈的掌声 参与杨国财务的 刘宏指出 华联会一向以繁荣桥社、凝聚桥新 为祖国做贡献等为宗旨 团结了芝加哥70多个桥团 在大家齐心协作下 为桥社做了很多事情 他希望杨总领事今后能为华联会的工作 多做指导、多加支持 刘宏随后介绍了华联会职员 在介绍过程中 杨国强总领事居功致意、握手问候 平意近人、温文尔雅 杨国强总领事居功致意近人、温文尔雅 杨国强总领事居功致意近人、温文尔雅 每当祖国建设取得成就 广大侨胞则为之欢欣鼓舞 广大侨胞为促进祖国经济建设 促进中美友谊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各个方面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他代表祖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他来到芝加哥还不到两周 就已经感受到芝加哥侨胞们的热情 他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事业有成 团结合作 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为祖国也为美国做出重要贡献 明天晚上六点半 整整两周 但是这两周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过得非常的充实 非常的高兴 因为来了以后 就感觉到我们整个美中地区 特别是我们芝加哥 大家非常热情 非常的直率 而且我们整个侨团也好 整个侨界也好 大家在这个地方生活的 都非常的充实 从事业上都各有自己的成就 另外一个 也都能够很好地融入到 这个地区的 美国的主流社会当中去 在各自的事业当中 都有非常的好的成就 另外呢 觉得黄总领事 在大家和大家的整个交往当中 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深厚的情谊 杨总领事表示 前任总领事黄平 与侨界结下了深厚情谊 他和黄平在北京交接时 就非常感慨 他将非常珍惜 侨包的情谊 继续做好领馆的侨务工作 更好地为侨包们服务 杨国强特别强调 侨社团结的重要性 指出只有团结 社团才能得到发展 侨社才能得到繁荣 在灵溪和堂 老乔领 林军堂率与该社团合格 对杨国强总领事一行 表示热烈欢迎 杨总领事对灵溪和堂 爱国爱乡的悠久传统表示赞扬 最重要的环节 对杨国强 对杨国强 好 谢谢 在海燕公所 全体支援列队欢迎杨总领事 杨国强一一同公所职员握手之意 几分热闹欢心 在灵溪和堂和海燕公所 杨国强对这两个侨团 长期以来对领馆工作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并赞扬大家为侨社发展 祖国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王鹤 在芝加哥向你问候 祝您健康快乐 再见 祝您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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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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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